聚俊叶与大S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那就是他们都喜欢刺青的艺术 去年8月底开始在右手腕刺青 相隔几天又在左手刺了龙头刺青 是因为聚俊叶以前的团体是酷龙吗 然后身上的刺青就越来越多了 甚至连头上的发际线也是刺青的 而3月下旬 聚俊叶解除隔离后线身 细心的网友发现聚俊叶左手的无名指 出现了戒指环的刺青 聚先生不是用可以摘下的婚戒来见证爱情 而是以一生无法摘下的纹身戒指 来宣誓有恒的爱 各位观众看到这里 有没有格外地受到感动呢 而台北市有名的刺青店陆莫纹身 于4月29日在社群网路透露了 聚俊叶又添上了新的刺青 右手臂上刺了皇冠的图样 脖子上则刺了几个英文字 网友试着解读 新刺青所代表的意义 皇冠下的丝带上 刺有韩文西约二字 所以西约是他的女王 至于脖子上的英文刺青是 Remember together forever 也就是永之不妄想伴一生 等于宣誓永远爱着大S不会改变 网民纷纷涌入变家的社群网路留言 一位网友下的注解非常好 是这么写的 爱的深沉 21世纪 兵荒马乱的年代 纯真而赤裂的爱情 真是令人感动 聚俊叶此次的表态 展现了坚定无比的信念 相信带着大家的祝福 聚俊叶与大S可以克服一切问题 幸福快乐地在一起 本频道需要您的支持与鼓励 期盼观众能够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托大家了